美股的跌幅,以百分比来港不算深。在图表走势上却狠吓人。基本上已经穿了近月收市低位。从技术走势来看。已经失手主要支持位。相信就算去接到。短期之内也要选手。尤其是TQQQ,三倍杠杆纳指100ETF,因为还杠杆。 更加缺乏防守力,跌到某水平相信要被逼斩仓。不过,不者相信,加息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有限。2018年10年期债息曾高达3厘。 随后因为疫情等多重因素。加息时间表延迟。最终现在都是大约1.88厘。如果要追落后。尚有大段水平。这绝对是正确的。问题是加息对于股市的影响不应该太大。 就算贷款利率上升。对于有盈利的公司影响有限。所以最基本看法是尽量买入进入收成期的科网股。 发展处太初阶。未有盈利模式。依靠市场融资来获得增长的公司。必须到达收成期。业务前景才能超越加息的影响。 否则有机会遇上融资困难的局面。就算最终能够挨得过。股价都要坐过山车。实在不值得投入太多时间。 从博弈的角度。以往市场也多次对联储局加息前景作出反应。 觉得太过鹰派的时候。就对股价以脚投票。跌到那么上下。为免出现股灾。官员要背锅。很自然地会由鹰转甲。 这种模式已经重复很多次。其实就是双方互相博弈。寻找一个平衡点。所谓的加息预期。 实质上是从资产价格的反应推算出来。去到最后就会形容股价反应预期。股价受到短期杠杆因素影响。 必定会有偏颇。至少如果当日走单边的方向。往往在美股收市之前更加剧烈波动。因此最好有中期持有的心理准备。策略上会比较容易部署。 如果加息真正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微软就不会提出收购动视暴雪。Activision Blizzard。 还要是以约750亿美元的全现金。日价40%的豪爽出价。1%就是每年7.5亿美元。 留作日后用来收息更好。这个举动很明显是看好游戏业的前景。老实说。 最近半年动视暴雪的股价表现很差。主要是管理层的内部问题及权力斗争。 若果纯粹以公司持有的IP资产来看。具有一定程度的死忠粉丝。 至少可以绑实一部分游戏的支持者。配合微软本身的游戏业务。市场份额会大大提升。 所以这项收购并非太差。甚至对前列的竞争对收购成威胁。 更加长线的原因。相信会超越财务及市场占有率的考虑。 而是微软要确保在元宇宙热潮中能分一杯羹。 元宇宙这个业务。 什么时候会变成商业模式。 相信没有人会知道。 但是很肯定游戏会是一个良好的切入点。 因为会整天对着屏幕的人。 就是打机的狂热分子。 这个社群会是元宇宙的开荒牛。 必须把握。 作为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常客。 采取收购合併手段以强化龙头地位很合理。 除了动视暴雪之外。 其他游戏公司也可能成为想进入元宇宙行业公司的目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